腾讯7月10月8日训,在今晚的NBA中国赛神阵战的比赛中,独行侠的中国球员丁叶宇航获得了出场机会。 赛后,他更新为博筛出自己在今天这场比赛中的罚球得分照片,并配文写道,从0到1,接着来,又遛飞走了,晚安祖国,独行侠计划让丁叶宇航打发展联盟经纪人独家回应,尚未决定丁叶宇航在今年7月24日与独行侠签下一份血练营合同,不过由于膝盖受到伤病又膝盖接检验, 他一直未能出战季前赛,包括之前的NBA中国赛上海战的比赛,在今晚的深圳战的比赛中,丁叶宇航终于获得出场机会,最终他在8分33秒的出场时间里,二投零众,八球二终于拿到一分,一次失误和一次犯规。 在这场比赛之后,丁叶宇航的去向,被受中国球迷的关注,之前聚腾讯特派记者沈阳的知的消息,不管丁叶宇航打不打深圳战的比赛,在深圳战的比赛结束之后,他都会随独行侠一起返回美国,在战胜下的季前赛。 如今丁叶宇航证实了这一消息,赛后他更新微博甩出自己在今天这场比赛中的罚球得分照片,并配文写道,从0到1,接着来,又又飞走了,晚安祖国,小丁参宇航更新社交媒体此外,GESPN撰稿人T McMan报道,本场比赛结束后,独行侠在更衣室里,把这场比赛的比赛用球,送给了丁叶宇航。 据悉,独行侠方,没有意让丁叶宇航加盟他们的发展联盟下数球队德克萨斯传奇队,让他下赛去争战发展联盟的比赛。 不过,丁叶宇航要等到季前赛结束之后再做决定,我觉得NBA对于我来说一直是一个梦想。 在今天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,丁叶宇航这样说道,任何时候,包括经历了一些伤病,经历了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,我觉得追逐NBA的这颗心没有变化。 但法有一点机会,我都会全力以赴,去为自己心中的梦想努力,按照季前赛的赛程安排。 在深圳战的比赛之后,独行侠只剩下一场季前赛。 北京时间4月13日主场迎战黄蜂,丁叶宇航反美在战志场季前赛收关战,足以表明独行侠对他还是非常欣赏,再尽可能的给他机会。 找雷。